同学们好,欢迎大家回到我的课堂,我是刘柯老师。 从今天开始,我们要学习关于沟通的相关礼仪及技巧。 我们知道,影响沟通效果的主要有语言沟通与非语言沟通两种形式。 语言是人类交往中最直接的表达方式之一。 在沟通过程中,用不同的语言方式进行表达,会产生不同的效果,并时刻影响着人际交往。 今天,在我们学习语言沟通之前,先来看一个案例。 一个女学生打破了她父亲的古董茶壶,因为应用好了语言沟通技巧,所以没有挨骂。 我们来看一看是怎么回事吧。 她打破了茶壶之后,告诉父亲, 爸爸,我给您泡了好几年的茶,都很小心,很小心,可是刚才不知道怎么了,手一溜,就把茶壶给打破了,对不起爸爸。 她父亲虽然大吃一惊,很心疼自己的宝贝茶壶,可是能生气吗? 她反而还安慰自己的女儿,哎,破了就破了吧,旧的不去,新的不来。 你没被扎到吧? 隔了一个礼拜,另外一个女学生也打破了家里的茶壶,她按照之前那位同学的说法,去向父亲报告。 爸爸,我从来都很小心,而且给您泡了好几年的茶。 父亲不但将她臭骂了一顿,还气呼呼地问她,你打破了茶壶还想强辩? 一个简单的案例带给了我们显而易见的道理,有话要好好说,因为语言表达是一门学问,那么我们该怎么掌握这门学问呢? 该怎么将话好好说呢? 我们要从语言表达的角度、种类、技巧、禁忌等方面去谈。 语言表达的角度 语言表达的角度是交流艺术的一种解释,语言角度可以分为正面和侧面两大部分。 正面表达指客观的评价事物所表达的语言,正面的语言表达是一种直接的、常见的表达方式。 侧面的表达呢,则是一种委婉的语言表达方式,也是一种隐藏性的表达方式。 我们再来看一看语言表达的种类。 得体的语言、动听的声音不仅能够体现出个人的涵养,还能迅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。 常见的用语类型有,第一种,普通话。 普通话是当今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,也是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交流方式。 普通话的要求重点在两个方面。 一是发音标准,即要求吐字清晰,字正腔圆,二是声音悦耳,使他人听起来亲切、舒服。 第二种是外语。 随着社会的发展,使用外语去交流是非常有必要的。 所以,我们应该掌握一门外语,这是我们在沟通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。 第三类,手语。 手语主要是为听力有障碍的旅客提供的沟通服务方式。 民行业作为窗口的服务单位,随着残疾旅客的逐渐增多,提供的服务应该更实用和多样化。 第四类,方言。 方言更为亲切,更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。 空中宠物人员在必要的时候,应该针对个别不同的乘客在不同的场合灵活使用方言, 这样才能更好地为旅客提供个性化的服务。 再来谈一谈语言表达的技巧。 通过有效地表达,与他人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,形成和谐的氛围。 有效的语言表达技巧有以下几个方面。 第一呢,是有针对性的表达。 根据不同的人物,不同的事件,不同的目的,有针对性的选择表达的内容。 第二呢,是要注重语言的多样性。 语言表达的方法有多种多样,例如幽默法、维婉法、暗示法、模糊法等。 有效地运用以上的方法呢,可以将消极的词语转化为有积极影响的词语。 例如,在客舱服务中,空乘人员可以将,不好意思先生,由于我们的疏忽,今天的午餐少准备了一份,正好呢,头等舱还剩了一份。 我给您拿了过来,请您慢用。 这句话呢,改为,真对不起先生,让您久等了,这是我特地去头等舱为您拿的餐食,您看是否何口味呢? 同样的一份餐食,但不同的语言表达可能会带来不同的效果。 第三,将表达富有情感。 情感是语言表达的核心之助。 这里所说的情感呢,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自己的需要所做出的一种心理反应。 情感性的语言表达,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和鼓动力。 第四,恰当地运用语言表达。 语言表达内容是否恰当,为营造和谐的气氛,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,表达时应注意恰当性原则,即说正确的话。 第五,语言表达应该丰富。 丰富的语言表达对于旅客来说有强大的吸引力,包括词汇丰富,句式丰富,修辞丰富,节奏丰富等。 灵活地运用各种语言,形式化,流程化,大众化的印象。 今天的课程内容就讲到这里了,谢谢大家,咱们下节课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